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一天给我们做的榜样 希望我们明白 我们拥有大慈悲的心 我们不但要现在在这个世界 要普发大悲心大怨心 而且我们还要超度数式的冤解 数式的冤解 不管什么事情 不想超度 你也要学会超度 你也要学会感恩 因为他们让我们知道了 一个人的业不是今世就能消掉的 他能够让我们知道 我们今生不能再去造业 因为我们前世 数业还没还清 所以任何的事情都要学会一种感恩的心 人还有一种病 那就是内伤啊 你看我们的感情很容易受到伤害 因为别人的不理解 因为自己对别人的不理解 都会伤害自己的 所以你看很多的疾病 嫉妒 嗔恨 贪爱 愚痴 都会造成我们内伤 你看看长期嫉妒的人 你的心就变得越来越痛苦 你经常嗔恨别人 你的眼睛就会变得越来越干燥 你的肝和肠就会寸断 所以这一切跟你的身都有关系 所以菩萨告诉我们 一个人要想去除自己身体上的内伤 最好就是诸恶莫作 师父告诉大家 不但诸恶莫作 还诸恶莫想 不要去想 然后要众善奉行 如果身体上有一些病 可以吃些药 但是你的内伤的病 你就是要学会诸恶莫想 众善奉行 我们人还有一种病 那是外感 外感是什么呢 受到外面的风寒 失患 暑 就是说热 冷 冷病 热病 还有风 寒冷 那这些病呢 就是我们说的外面对你的影响 其实这些病 其实这些病你都可以对付的 因为为什么呢 冷了都穿点衣服 热了少穿一点 注意自己保温 保持一定的温度 但是最难的 就是因为外面的感悟 为外面所说的话 外面给你带来的那些伤心的事情 让你产生了免疫力降低 因为你的称怒 因为你接受了那些不好的 那些色情的 我们说吃喝嫖毒 让你学到邪念了 你的免疫力就开始下降 你的思维就开始不振 你的眼睛就不敢看人 你好好的一个孩子就会变得颓废 这就是外感 所以像这些病应该怎么样来对质 首先管好自己的六根 控制好自己对应的六成 慢慢的学会吃素念经 许愿放生 所以有大病的人 皇帝内经讲 我们如果任何一个人生病了 要杜绝 如果这个人要生大病了 或者已经生病了 绝对不能去碰这种 邪淫之事和戒杀神 一定要守戒 因为你不碰你就是在种善根 所以很多人不懂 以为我守戒了 我没吃荤的了 我也没有什么德 也没什么失啊 其实你失去了是什么 失去了跟别人结恶缘的机会 你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你结善缘的功德 所以你在自己的八十田中 你种下了善根 所以我们要懂得念佛去作恶 就会造大业 如果你今天已经念佛了 你还去作恶 你就造了大业了 所以要避开灾祸 消除业障 这是最重要 最重要 我们人有时候 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总是想跟别人聊一聊 学博的人念念经 跟佛友之间聊一聊 或者想看一些喜剧 来调节自己一下内心 或者利用自己的情绪 来转换一下 还有的人就希望跟一些 正能量的人多多沟通 调节自己的情绪 去除自己内心 那些悲伤的传染 所以在心理学上面也讲 人在内心当中 根植了一些伐喜 比方说 想到一些未来的 帮助别人的事 想到了曾经别人帮助你的事情 你的面部肌肉 你笑一笑 而神经就会向你的大脑 传递那种脑电波 那些信息 快乐的信息 让你的心情会有特别好的感觉 所以我们学博人就是这样 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会忘记自己的烦恼 你会从别人身上 得到伐喜 别人对你的尊敬 会造成你 大脑神经的兴奋 当你能够帮助别人 别人感恩你的时候 你非常容易受到他 感恩的传染和影响 变得让自己 非常的幸福 所以能够经常去帮助别人的人 他的内心非常幸福 所以我们说弥勒佛 他帮助了别人 他让别人发喜充满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我们为大佛陀的 这种佛法的传承戒律 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 就成为了你内心的一种 生成次的正能量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好好地学佛修心 来改变自我 改变自己内心的那些愚痴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我们学佛要用心 要远离颠倒梦想 实实在在地活在当下 放下自己过多的贪嗔痴慢疑 这样你才能像花朵一样 在自己内心生出莲花般的正能量 去除内心的负能量 我们才能走出低谷 迎来美好的明天 好 下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佛陀有一次回故乡 加皮罗魏城油画的时候 就是度画众生 暂时住在城南的 尼居绿树的园中 佛陀住在那里 佛陀的堂地 摩河南居士 摩河南居士 他就在这一天来 礼见佛陀 礼见佛陀就是看见佛陀 行礼然后见佛陀 他对佛陀说 世尊 现在我们加皮罗魏城这个地方 物产丰富 人口众多而繁华 我每天在这里进进出出 身旁的常有狂奔的巷啊 马呀 还有横冲直撞的人 那些车从你身边擦身而过 我常在想 不知哪一天 就会被这些狂奔的动物了 或者车了撞死 而死前呢 又仓皇的忘失了 念佛陀 念正法 念生前 所以我担心 像这样的死法 我不知道下一辈子 会沦落到哪一道 会出生到什么地方 这个佛陀就跟他讲了 莫和难 你不必害怕 你死后会出生到好的地方 你不会沦落到三恶道去 也不会有不好的报应 这就像一棵大树 从幼苗的时候 它如果就倾向东方生长 继续长大的时候 还是一直朝着东方 倾斜的生长 那么如果是有人 一捕子砍断了这棵树 那么这棵树 你觉得它会朝哪个方向倒下呢 四尊 那当然是朝东方倒下了 莫和难 你也一样 就像有人 将装满输油的瓶子 丢进了深水池里 瓶子当然会沉入水底 但那瓶中的输油 终究会浮出水面一样 莫和难 你长久以来念佛陀 念正法 念生前 死后 你即使身体被火化了 或者你的身体被弃之于坟场 任由乌鸦 营救野狗土狼的啃食 风吹日晒雨淋 久而久之 你的身体可能就化为灰尘了 但心灵 因为你是经过长期的熏陶 所建立起坚固的信仰 和你的戒行 闻思 布施 智慧 它就会引领你的心事 升华 向于安乐 美好之处 飞去 对于结果 我们不要去执着 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佛法的真谛 佛陀 就是告诉我们 要懂得 现象 那就是一个现象 我们要明白 宇宙 它是一个整体 这个宇宙 它是非常的丰富的 它蕴含着无量的生机 我们人今天 肉身 终究会坏 但是我们心灵的境界 不会坏 我们从小做好人 做好事 我们最后一定到好的地方去 就像一棵树一样 你从小往东面掌 即使倒下了 它也是往东面倒 我们修行 就是要严格的 把自己的菩提心给修出来 就是要把自己 阿摩罗式的 第九意识的佛性给找到 契合于我们八世田中的 各个心念 这样你才能和佛合一 这样的话 你才能拥有菩萨的智慧 永远不离开菩萨的佛道 希望大家从这个故事当中 就应该明白 我们人只要用心 只要好好的努力 一定会有超出的一天 佛不远人 而人远佛 佛没有离开我们 只是我们人去离开了佛 佛菩萨天天让我们 既心既佛 你的心像佛 佛就在你心上 你做的行为像佛 佛就在你的身上 你的语言像佛 佛就在你的口中 因为我们人迷失了自信 迷失了方向 而自己不知道 所以而人就是远佛了 所以很多人就找不到佛 所以学佛要见信 你不见信者 你不会相信佛陀 若见信者 视之为佛 所以当我们理解佛法 我们认识了佛法之后 我们才能信路 我们才能走出人间的红尘 进入佛陀的无上正等正觉之道 好 今天跟大家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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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